欢迎您持续锁定新闻1.0 好我们接下来呢 先带大家来关注的是国际的焦点 是其实这几天呢 我们也一直不断的替大家更新 是伊朗在周末的时候呢 是突然的攻击了以色列 那当然呢 现在就有众说纷纭了 也很担心说中东局势会不会升温呢 不过外媒就提到说 其实啊在伊朗要攻击的前72个小时 他是有对西方国家示警的 透过土耳其替他们来转达 所以是不是其实伊朗也不希望局势升温呢 伊朗革命卫队一声令下 用飞弹对宿敌以色列降下天前 飞弹加5人机 伊朗一共发射超过300具飞行物 连伊朗小弟黎巴嫩的真主党 也在一小时内发射55枚火箭援護射击 不过伊朗外交部长说 在攻击前72小时 他们就透过土耳其通知西方各国 显示伊朗无意将事情闹大 但也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别再想着反击 有美国官员表示 预料到伊朗会报复 早在十天前就做好准备 不过因为领空遭伊朗飞弹侵入 连忙击落的约旦却被伊朗点名 感旱以色列合作小心被盯上 在联合国安理会上 以色列与伊朗大使也唇枪舌战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则呼吁 各国都该克制避免局势再升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针对伊朗发动的攻击 现在也证实说 美国其实也有出手帮忙拦截 包含一些飞弹和无人机 但是虽然伊朗 以色列不断的宣称说 有99%都有被他们拦阻下来 可是这个拦阻的代价 真的是相当的高 因为一夜就烧掉了上亿元 美国空军驾驶F-15E打击鹰 周末出动协助以色列挡下伊朗攻击 美国拦截80多架无人机 和6枚弹道飞弹 总统拜登亲自致电 这群捍卫战士感谢 专家认为 以色列战时没有出手报复伊朗 但纳坦雅胡面对国内鹰派压力 恐怕迟早会还手 两国大使还在联合国安理会吵起来 以色列也公布最新数据 这次伊朗对以色列发动 170架无人机 120枚弹道飞弹 和30枚巡异飞弹 从我们所在的位置向窗外望去 可以看到以色列铁琼系统 拦截来袭的导弹 不过以色列多层次防空系统 要打落一架无人机 就要烧掉3000多万台币 击落一枚弹道飞弹 费用更可能破亿 算下来 这次防御伊朗攻击 一整夜就多达 300到400亿台币军费支出 不过美国事后评估 伊朗99%攻击被拦下 显示他们的军力 没想象中的墙 在伊朗攻击后 拜登除了和纳坦雅胡 通电话之外 也急忙与G7领袖开会 希望在支持盟友 和局势降温中 找到平衡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德国总理萧姿目前正在中国大陆 进行为期三天的国序访问 而他这一趟也带了德国企业的高层 一起去到中国大陆 那也预计会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到底会针对哪些有讨论呢 带您一起关心 德国总理萧姿14号抵达大陆重庆 进行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 陪同萧姿出访 包括联邦环境部长 农业和交通共三位部长 以及西门子 拜尔 宾市 BMW和蔡司等德国知名企业的高层 萧姿在重庆 先参观轻动力卡车 体验燃料电池模组组装 由于今年是中德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 超过五千家德国企业在大陆投资 使得大陆连续多年 成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萧姿此次率领大型企业代表团访华 被解读为为中德经贸合作 发出正面讯号 萧姿此次访华 将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 和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谈 就中德双边关系和共同关系的问题 交换意见 国际学者分析 德国企业产业链连接大陆很深 难以做到脱钩 只能朝去风险化前进 萧姿反华期间 他还通过视讯参加G7会议 就中东的局势举行紧急磋商 和与会各国就如何对伊朗袭击以色列 作出回应展开讨论 TVB新闻 萧明正 陈向如综合报道 大陆的小米电动车 我们不是在上个月的时候 才看到它亮相吗 那现在大家就在讨论 因为它的外形太像宝石捷了 到底宝石捷会怎么样来回应呢 这个可以学起来 因为宝石捷说 这恐怕就是英雄所见掠头 超高EQ的回应背后 不忘再补一句 各国车商都很在意的 我们期待使用同等标准 甚至更高要求的企业 与我们进行公平 公正 诚实 合法的良性竞争 而谈到大陆的新能源车 北京的刘先生 2020年以21万人民币 买了一辆新能源车 四年后8万公里的行驶里程 只剩三分之一架 二组车商评估7万多一点吧 之前年初的时候问过 多几千块钱吧 另外一位北京的陈先生 2022年33万人民币买的新能源车 两年后想换车 只剩四成的价格 我以为过两年以后还会涨一点 但是我感觉要是现在不卖的话 再过一段时间再买还要赔 这就是现在大陆新能源车 二手市场的惨况 新车掀起的价格战 让新能源二手车价格跌跌不休 我收的时候5万多吧 去年卖12万多 现在7万多新车 人家还不如去对面 就直接买一新车 受累新车降价 导致大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赚少赔多 被调侃 只有冒险家敢再买 TVB新闻 萧明正 陈向如 综合报道 上周五在立法院院会的时候 我们不是在讨论说 这攻防战 为什么变成 代案已云了呢 因为国民党立委 卢宪一 他明明人是在中国大陆 但是却有投票记录 那现在他就自己出面了 他说不是有人跟他长得像 他自嘲是因为 他的肤色很像2B的 太黑了 所以呢才会有人认错 自嘲肤色来化解严育争议 国民党立委卢宪一明明12号 人在大陆 却在大院有投票记录 强调的请假 绝对没找人带头 翻开当天院位画面 卢宪一的座位正好被画面挡到 无法得知到底是谁帮忙投票了 这一让民进党团紧追进度 15号一早就送韩到院长室 要韩国瑜彻查 这件外宾不好多说 但是在第一时间就要求 议事处着手调查 根据了解调查报告已出炉 但因为议事处处长立法院秘书长 仍在司法委员会一整天还没签字 看来这问题真的敏感又棘手 而资深立法院人士分析评估 将会对异常干事口头训诫 加强训练或者是对调职务 要有那个卡你要先签到 签到的时候 议事人看到你才会给卡 然后你要自己按你相关的表决意见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第一时间看到觉得非常非常的荒谬 所以我支持彻查 只是卢先一认为应该不会被认错 但其实就连党内立委同事 也点名跟他真的很像 因为肤色相近 恰巧两人也都在未还委员会 也有可能 因为跟全情确实了 如果这样子 如果乍看就像 也有很多委员有说 长得好像蛮像的 后来我才发现 好像还真的有点像 是否因为真的太像了 议事人员才误认发卡 这幽灵投票案在风头上 要不要针鞭自己人 恐怕很两难 TVB的新闻独播剧 刘宇晨宁轩 台北长报道 接下来这也算不算是 自家人的内讧呢 因为2026的新北市长选举 包含立委苏巧慧 以及内政部长林佑昌 都有被点名 那就这么刚好 在新北的党部主委选举当中 林佑昌他是政国会的 政国会的余天呢 他已经宣布他领表来参选了 不过就在今天立委苏巧慧 他是由苏系和英系的议员陪同 也到新北市党部领表登记 陪同新北进步 人多道要分三排站 苏系立委苏巧慧登记参选 新北市党部主委 新英苏三系同盟 大阵仗相挺 这不是派系的角力 这不是权力位置的竞逐 我做主委 我是想做汤工 苏巧慧见指2026新北市长 态度明显 但这岂不是白名让政国会难堪吗 因为前立委余天 率先在脸书开出第一枪 宣布回归再战新北市党部主委 不过或许也怕尴尬 只拍幕僚低调领表 余天大哥他没有要选2026的市长 所以在复选这方面的话 他是可以夸派系的 面对新英苏联盟 永吟会是否与政国会合作 仍在观望中 地方党部主委选举 牵动7月权力核心重组 余天这动作被解读 要延续政国会政治命脉 替友谊参选 新北市长的林又昌 释水文 我现在的身份还是内政部长 我想我会把部长的一个工作 这个尽我的权力把它做好 林又昌挑针必达 被点名接党秘书长的他 少了入阁 得辞职参选的压力 选新北进可攻退可守 而不止民进党展开2026布局 传出国民党可能推派 北市副市长林亦华参战 两个女力对决不吃亏 不过我们全心全力协助 蒋市长推动台北市政 有人动我一个副市长 还不过 还有动我另外一个副市长 2026大选还没正式名枪 人选布局前售战 已经提前开打 TVV新闻吴奎成人挺台北长报导 来看到国防焦点 屏东九棚基地是首度公开 试射了天剑二型的飞弹 有军事民在现场就分享说 看起来真的好震撼 陆设行天剑飞弹首度公开 发射升空快速划过天气 拖着长长尾烟 轨机清晰的留在半空中 现场看超震撼 军事民全副武装 前一晚就来等 架好大炮照相机 捕捉着历史性的一刻 酒棚基地的这场神工操演 精彩登场 上个礼拜来 可是天气不好 所以取消了 那刚好这个天气允许 所以说他们发射的蛮成功的 大概一点的时候到了 然后就睡在这边 天剑二型原本是空对空的飞弹 是从IDF发射的 但是我们中科院把它改成 陆地上发射做防空飞弹 这场军事操演 原本预计班在这个月9号 但天气因素影响 延期到15号展开 六军团二一炮指部 发射四枚天剑二型飞弹 精准命中10公里外的靶机 原本是空对空发射 中科院进一步改良成陆对空 每一发都顺利升空 跨破天际相当壮观 天真二陆射型飞弹 首度亮相成功试射 让台湾国防科技 迈向新的里程碑 也让军事迷们感到骄傲 下午紧接着一连串的神医草眼 阿帕器 眼镜蛇 以及战搜机等等接连上场 今天天气晴朗 万里无云 让军事迷们收获满满 TVBS新闻 吴中旋 SNG小佐 频道报道 但也不能只是震撼 更关键的是像是一些军力 可不可以保障国防官兵的安全 尤其是之前我们看到 在国军的头盔部分 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甚至网络上也很多的实测影片 虽然军备局都一直强调 说是可以的 只是现在我们也有事实测 那么就提到说 实弹测试之后发现 这个头盔还真的会凹陷 远端扣下板机 瞄准国军头盔射击 只见七面碎片 四处喷溅 民党议员林秉佑 即去年测试国军抗弹板之后 再拿国军线意 头盔测验 却发现严重凹陷 国军的凹陷程度非常大 假人头也出现了割裂伤 实验室的条件 跟我们在野外 做民间的这种测试是不一样 显然军备局提供给四边的产品 我认为在一般的标准之下 是不合格的 执政党也不要一直把持着说 国军一直告诉你说 这个我们要生产制造 就连其他台厂生产的头盔 凹陷都没这么明显 这回他依照NIJ标准 以9公里子弹 在5公尺外射击 其中造价将近2万的 国军现役头盔 虽没被贯穿 但对比美军LWH 与解放军的15式头盔 更不耐打 表面27.4毫米的凹陷 与俄军的6B47相差不远 面对现代战场 要用不同思维 像是美军在2007年 颁布的规范 抗陷方面就明定 前后不得超过25.4毫米 侧面最多16毫米 但国军现采用的NIJ标准 虽是国际通用 却源自于1980年 没有就凹陷程度定定上线 在2007年美军就已经有一个新的标准 我们却没有采用一个2007年的标准 去采用一个1980年的标准 但虽说以保护国军安全作为出发点 却仍被质疑这国军头盔来源 如果可以拿到我们的军品 这样子到底是怎么取得的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不是说有一个销售的行为 而是很多的朋友 为了希望能够揭露这些产品 不符合保护士兵的需求 情形之下来提供给我 一起来促成这个拍摄的计划 不怕被说打击军息 要国防部好好说明 台湾半导体产业 我们都知道它在国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不只是影响国际 包含台湾整体的经济 尤其是GDP也被半导体所牵动 但是现在就专家示警了 说所有的资源过度 挤注在半导体不一定是好事 反而会扭曲了整体的经济架构 更可能会出现荷兰炳 结合人工智慧机器人协作组装 能解决劳动力短缺提高生产效率 主要是利用台湾开发的机器人技术 还有模拟技术 搭配德国人工智慧中心的演算法 还有一个西班牙的法人单位呢 我们共同开发一个组装的演算法 全球最大应用研究机构组织首长年会 首度遗失亚洲 凸显台湾的科技实力 我们过去在半导体相关科技方面的 这样的一种研发的成果是普获得国际的肯定 我们可以把我们国内的一些AI也好 或者是说半导体也好 乃至于说是电动车 或者是在纺织方面的一些科业的成果 可以来今天做一些展示 AI话题持续延烧 台湾硬体技术占有一席之地 半导体产业在全球供应链具备一定程度影响力 大家也很对于说我们台湾过去发展半导体的一些相关的经验 他希望也能够从中间大家互相交流学习 2014年开始半导体占台湾GDP比重突破一成 2014到2019年在11%到12%上下徘徊 2020年疫情爆发 居家办公远距教学成常态 电脑远端伺服器需求大增 半导体市场大幅成长 台湾半导体业占GDP比重 在2020年到2022年扶摇直上 一路从13.06% 15.27% 来到16.37% 台湾半导体产业规模越来越大 对台湾以及全球供应链都扮演关键的地位 但也有学者质疑台湾的资源都被半导体产业吸走 让其他的产业丧失了出口竞争力 引发台湾产业失衡疑虑 产业发展是好事 但政大金融系教授英乃平认为 台湾半导体发展恐怕会有荷兰病的疑虑 荷兰病主要是1960年代 荷兰发现了北海石油 带来的收入太多了 那个汇率就上升 石油业以外的这种出口业 全部都被打击了 人才 钱 或者是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涌向石油业 结果就出现了整个产业 结构整个扭曲 还有很多的产业衰退了 尤其服务业 这种现象到了1970年代的时候 有人就把它叫做荷兰病了 我们台湾嘛 就是最近半导体特别好嘛 尤其是我们的晶片 号称这个全世界90%都是我们共鸣 我们的电子业 一丝独秀带来的冲击啊 荷兰病的真相就慢慢浮显了 对此主机总处回应 全球市场有高需求 台湾厂商有高产能 并没有整个产业都编到半导体 除了半导体产业之外 我们在很多其他的领域 也都是有做了不错的厂商 比如说像工具机 我们台湾其实也蛮有竞争力 像运动鞋 脚踏车 甚至螺丝 那只是现在这个全球的 这个经济情况有点特别 高通膨高利率的影响之下 每个国家的消费的情况 都还是比较低迷 这个当然就会影响到 我们台湾出口的表现 若各行各业能平衡发展 就不用担心荷兰病 还有另外一点是 当全球主要国家都朝半导体发展 台湾市占率将面临衰退可能 学者呼吁政府应该思考对策 很多人现在重点都在台积电 台积电去年总营收是2.1兆 占台湾的GDP9% 比重算是也蛮大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变成我们整个这个经济重心 就挪移到电子业去了 怎么样去保持台湾产业发展的平衡 还有产业发展的弹性 一旦电子业的市场没有那么夯 下一个冲突在哪里 趁护国神山效应还没退去前 如何延续科技岛的战略位置 台湾需要为下一个明星产业提前布局 TVB的新闻中的容陈佑祥 王浩宇台北采访报道 大甲妈绕境 就当着妈祖的面前爆发了冲突 因为有一名光头的男子 他疑似是要阻挡这个轮轿前进 就连郑南宫的傅董也出手殴打 不过这名男子他也喊冤 说他当时是有经过叫班人员同意 大甲妈祖回轮服教的傅董 郑明昆跟前方光头男子爆发口角 眼见对方迟迟不肯听却离开 郑明昆气到直接挥拳打人 郑明昆边打还边爆出口 似乎真的很生气 最后伸手压了对方的头 将他赶出较前 整个过程至少朝他打了五六拳 他都得这样子就这样了 经过一夜肚子上的伤痕依旧红肿 他就是遭到郑明昆 出拳殴打的正系男子 让我被我女儿服教来说好 然后我才过去的 他明昆就叫我出来 我说爱不是讲好了 然后他说出去啦 他说当时带着一岁伴女儿 服教祈福 经过叫班人员同意 才有办法进到软教前方 没想到就被驱赶怀里的女儿 更是吓得哇哇大哭 我自己被打击前我也不知道 我女儿已经哭到快崩溃了 正系男子说如果自己要闹事 不可能拿女儿安全开玩笑 对庙方指控他酒醉故意挡架 根本是转移焦点 因此到警局提告伤害 这等公董事长不错要领包力 怎么会当着 当着我小孩面前打我 你服董事长动手 打人风波发生后 郑明昆始终没有出面回应 而庙方表示既然对方提告 将配合警方协助调查 TVB的新闻 李学维 施协员 苏太云 张子民 台北台中采访报道 好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名男子 其实也被发现 他大有来头 因为过去他曾经有组 这个所谓的中山联盟 更曾经涉及了夜电杀警案 穿着白色上衣的正系男子 突然冲刺加速 跑到软轎前方 叫外人员发现 有问题立刻围上前 将人拦下 后方同样穿着白衣的阵头 也跟着冲上前 一旁借户的警力 发现有状况 立刻将两方人马给架开 曾然公表示 这是拦叫风波发生前 民众提供的正系男子 在城隍庙前闹事的影片 当时他疑似喝醉酒 冲撞叫班闹事 遭到阻止 没想到事后他挂上婴儿背带 背着女儿 跟来自北部摆坛接驾的阵头 出现在路口 一下子说要带女儿弄软软 一下子阻挡软软前进 才会引发推起冲突 根据了解这名正系男子 过去城市竹联邦西唐唐主 还组织各邦派成立中山联盟 双北结拜联盟 更是曾经涉入夜店杀警案 我今天有可能拿我女儿生命开玩笑 被个女儿去听到我室友 你叫他背他女儿去 听到那儿 郑兴兰只说过去犯错 该负的责任都已经还清 也已经结婚生子淡出江湖 当天晚上他只是一个 想帮孩子祈福的爸爸 没想到却被驱赶 甚至出拳殴打 为了捍卫自己个女儿 就算对方是副董事长 也要对他提出伤害告示 体育新闻施协员李学维 苏太影张子民台北台中采访报道 周星驰的电影当中看过斧头包 但是现实生活中 怎么也出现这样的人呢 就是一名男子 他在新北的英格三峡地区 屡次犯案 他会拿着斧头献身 只要店家跟他一眼不合 就会出手打人 那惹得附近住户也是人心惶惶的 现在终于遭到预防性羁压 白亿男经过机车旁边 和机车骑士对话 骑士马上下车 手上还拿着一只手电筒 讲没几句话就拿起来 朝白亿男头上殴打 不管旁人怎么劝都不罢休 直到被害人倒在地上 才骑车扬长而去 而他一个月前才犯案被抓 连机车都被搞破坏 车主发现后急忙报警掉监视器 发现嫌犯紧跟在他后面 朝摩托车动手脚 犯案后准备离开 还再次朝屋内叫嚣 因为有纠纷 就拿东西敲打泄愤 犯刑还不止这样 超商货架倒在地上 商品也四处散落 店员站在柜台心有余悸 嫌犯多次行窃 不满一进到便利商店 店长态度不好 拿着斧头就开始乱砸店 这名男子在三峡地区 到处犯案没想到又来到 这处私人土地想要擅闯 遭到阻止 竟然拿着斧头三番两次到 这边恐吓 去到哪都带着斧头 还曾无故闯进被害人家 只用不满住户报案 频频上门恐吓 三峡地区 食堂中能看到他的身影 大家都怕怕的 47岁的陈性嫌犯 犯下伤害恐吓回损等案件 一个月内就有无比刑案 被判刑七个月 又五十天可一颗罚金 就怕他有反复实施之余 警方鉴请预防性羁押 获得地检署和法院同意 现在人呆在看守所里 终于可以还给社区安宁 TVBS 无知远速派与清北市 采访报道 这名男子也持续追踪 他其实一开始 是和家人同住的 但是后来家中发生了一些状况 就变成他自己独居 可是他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 那么当然 还甚至涉嫌吸毒的状况 所以也常常精神恍惚之系 就会到路上咆哮 让附近的住户相当担心 这名男子一次使用毒品之后 就在街头咆哮 甚至来偷邻居的东西 当他缺钱花油的时候 甚至把自己的窗户 都给卖掉来换钱 这回在路上闲晃 被警方看到 通知的身份也曝光 邻居头痛的人物就是他 47岁陈信男子 10号中午12点多 逆向骑单车 车上还挂着一个大大的塑胶筒 引起远警注意 警方探头一看 请对方靠边停车 查询身份之后发现 他是一名窃盗通知犯 远警随即陪同他 把单车停回家 将人带回派出所 进一步追踪 原来这名男子去年10月 在新北市树林接连 设起多起机车窃盗案 偷走五辆机车 车厢里面的现金工具外套手套 被法官判处拘役90天 但疑似没有依规定报道 被法院通知 附近居民看他长大 但这一阵子看到他靠近 确实褪壁散设 男子原本与家人同住 但父亲过世之后 姐姐也管不了 他把母亲接走 留他独自一人住在这里 没想到前阵子 他把家里唯一能卖钱的窗户 都拆了 只是明明已经缺钱 却还疑似把打零工赚来的钱 拿去买毒品到处偷东西 就这样子恶性循环 附近邻居只希望 这回落网他能改过自行 新北三重还发生了 这样惊险的画面 是有两辆公车对撞的意外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外呢 就是因为前方的一辆公车 他正在站点要上下课 结果后方的车辆突然就撞了过来 甚至一度还有乘客被撞飞了 而Jimmy后面的这个公车驾驶呢 他原本公称是刹车失灵 到后来才改口说他当下谎神 公车刚刚进站 开门让乘客上下车 才过没几秒钟 后面另一辆就从他车尾撞了上去 当下还有民众直接从门边摔出车外 第一时间司机赶快下车查看 怎么回事 车上的乘客们也各个面带惊恐 一个一个走下车确认伤势 这起这张意外 总共造成四人受伤 包含前车三名乘客 以及后车的司机 几名老人家受到轻伤 也受到惊吓 坐上救护车 送往医院 检查之后都没有大碍 车祸现场 前面这辆车尾整个凹了下去 车壳碎片掉在路上 至于壮人的这辆 前挡风玻璃已经变成蜘蛛网状 地点在新北市三重 新北大道上 当时是早上九点多 上班时间 两辆公车都是三重客运 也几乎都坐满乘客 突然碰的一声 吓到不少人 其实前方被撞上的这辆 299路公车 有停下两次上下课 但第二次停车 也不至于让后车难以反应 而撞人的520路公车 零星驾驶 原本公称是刹车失灵 后来才改口 说是自己一时恍神 另一起公车事故 则是发生在乌来 一处山路弯道上 往上山方向的公车 和下山的机车 发生差状 41岁蔡信骑士 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抢救之后人宣告不治 警方初步调查 疑似骑士 失控自衰 撞上了公车左侧车身 至于详细的造势责任 还有待厘清 TB宣言王金鲁关影 是不是知道 差不多最新的消息 是日前开车 撞死戏品工程师 的谢信男子 他在上9号上午的时候 遭到女友颇油纵火烧 那他全身是有68%的烧烫伤 抢救5天之后 还是宣告不治 这是最新的消息 好同样呢 也是一个相当令人遗憾的消息 是在综艺节目当中呢 有一个角色叫做山珠 他靠着模仿蛋黄歌文明 可是现在却惊传猝死的消息 那家人也有证实了这项消息 是想年是38岁 模仿蛋黄歌用尖锐的声音讲话 躺在白色棉被上 一副蓝洋洋的样子 这是许多人对山珠印象最深刻的模样 还能一下子变成小小兵 这段九年前的节目片段 至今累计98万观看次数 不过15号上午 山珠的爸爸证实 他离开了大家 享年38岁 亲友透露山珠上周感冒美好 入院诊断肺炎 并发败血性休克 你干嘛突然停下来 万一我撞飞你 我可不管你 在机智校园生活里 和山珠饰演同学的易祥 戏外也是他的好麻吉 脸书发文哀痛表示 希望给他家人一点空间 在风神无双合作认识的许孝顺 回忆起两人去年9月9号 最后一次见面 当时山珠踩着满山的步履 也为大家尽心尽力的搞笑 周小涵也想到当时 和派机智校园生活 山珠承受身体的不适 容易喘和累 不过还是努力配合现场节奏 诠释好角色 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小小瑜听闻二号后 也发出两张对话截图 原来山珠心脏有装支架 当时还说 一直都有在控制者 状况还好 没想到最后不敌并魔 一直以来身体都不好 山珠是一个很优秀的表演者 我过去看她在 节目中的表现 个人是相当推崇她 在各大综艺节目里 山珠都曾展现过她的模仿长才 其实她罹患红斑性狼疮14年 去年还发现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甚至在过年前腹胖到100公斤 年纪轻轻就离世 家属透露就让她好好走 不会办告别事 也希望观众记得她带来的欢乐 GB新闻续坤山杨慈音 台北报导 音乐人阿庆的太太花花 因为涉嫌持有大麻 遭到逮捕现在事隔一个月了 阿庆是首度面对镜头 他坦言那个当下 他自己也很惊吓 就经营公司那边说 其实阿庆老师的人呢 他说不是一直都在吗 几天前临时缺席活动 被质疑神隐 阿庆先生宣传也是花花爆染毒后 他首度面对媒体 先强调自己没消失 也还原太太爆出染毒时的情形 那一天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吧 就是对我而言我刚刚已经说了 就是当然我会吓到 但是我觉得我希望就是 我可以给她更多的关心关怀 上个月13号花花因持有大麻糟袋 最后无宝请回 一度因压力太大就医 一周时间掉了四五公斤 阿庆透露太太 担心影响到自己的工作 不过她则说没受到太多影响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 因为现在就是对于老婆而言 她现在也是越来越健康 然后我比较担心就是她一直瘦 因为她那时候就是瘦到 29公斤 30公斤 安庆表示近期太太在家养身体 体重有增加一两公斤 但还是过瘦 这次事件也让她坦言横自责 只希望花花能恢复健康 每天就帮她这个早餐买早餐 然后问中餐要吃什么 五月四号的这个比赛 她也会担任这个 我们线下的这个副赛 她会担任平...不是平委 担任这个主持人 不久前亮相替阿信拍的新MV 下个月花花还要主持 丈夫主办的音乐赛事 等于是发过后两个多月正式复工 花花近期也带社群跟粉丝们报平安 看来渐渐走出情绪阴霾 TVBS新闻李国伟 周一峰 宏仪廷 SNG小组 台报导 国民党立委徐晓星的大姑夫妻两个人 涉嫌洗钱的诈骗案 那么现在也卷到了徐晓星的身上 虽然徐晓星第一时间呢 他就强调说其实跟大姑一家感情没有那么好 可是时事评论员温朗东就质疑了说在这个他的大姑被积压前的脸书发文 都还可以看到徐晓星按赞 真的是如他所说大姑是家族中的头号的头痛人物吗 那立委徐晓星设诈大姑柳相杰过年回娘家的脸书文 媒体人温朗东说徐晓星有按赞 质疑两人关系其实不差 底下就有徐晓星的个人账号就按赞 这意思是什么 你在他被收押的前一个月 然后他包了一个火锅文 徐晓星是有一起吃吗 按个赞 那是最基本的一个家庭的礼貌 我是不晓得这个温朗东是多没家人 还是说这个他都没有这方面的一些亲戚跟朋友 徐晓星曾指大姑夫妻是家中的头痛人物 温朗东说没这问题 过年期间还有回家跟妈妈 一起看一部中国剧小城故事多 如果你是两三年前借了两千多万 跟家里借了钱又不还成为了头痛人物 那为什么还会去有这一段 有多少人家里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些财务纠纷 甚至最后闹到家人彼此之间不讲话的 那我想因为公公婆婆 她毕竟还是很重顺她自己的两个小孩 那也希望说都可以回归正轨 而被牵扯进涉诈案的陆小姐 坦言自己有含度流夫妇 过去有合伙关系 温朗东再质疑徐晓星 那为什么她要帮一个已经她退股了 没有关系的一个前行交顾问的这个公关公司 帮徐晓星赐纯军讲话呢 因为陆小姐没有涉入诈骗 为什么温朗东要帮诈骗犯讲话 如果说温朗东觉得哪里有不妥 欢迎上检方来举发 但目前就是没人举报徐晓星不法 似乎有人很想当检掉 TVB的新闻崔仲群李宗泽台北采访报道 但是整起事件除了是徐晓星本人 也受到了民进党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徐晓星大姑夫妻的这个公司呢 她其实负责人叫做林渝伦 现在被发现她是民进党员 而且呢她协助这个诈骗集团 洗钱的不法金额高达2500万 东陵公安公司地址登记在中山区 现在负责人林渝伦被警方怀疑 她是听从了好朋友刘上姐的指示 来协助提供账户 收取诈骗款项 只是明明去年九月都还登记在这 如今似乎已巧巧搬离 原来徐晓星大姑除了汉丈夫 杜炳成共同开设汉城稀土公司 也和人合作经营公关行销公司 早在去年初就有被害人报案 指控遭诈骗的钱流入汉城公司 等相关账户 当初夫妻俩首度被移送低检署 虽然案件最后印证据不足等理由 处分不起诉 但汉城公司账户也因此被列为警示账户 短时间内无法继续使用 没多久又有民众遇到投资诈骗案件 多名被害人的钱流入这间东陵公关公司 而负责人林于伦不仅是民进党籍 也曾捐给他政治现金 就算紧急澄清人不免被质疑 这1.3万政治现金恐怕有不法疑虑 那如果你从诈骗集团那边洗来的钱 然后你赚到了 然后作为一张款 再去捐献政治现金的话 确实有这个可能性 加码抱佑的温朗东和林于伦也是老友 但现在却说已和他5年没联络 因为我对他的一些刑事风格 就不是很认同 他本质上来讲就是一个 做事情比较眼高手低的这个人 5年半没联络 我大概也没办法知道 意外扯出其他合伙关系 传出中间还有一位陆小姐负责 跟徐草新接洽活动书画 对此陆小姐发声强调 前期房间出现贬低本人名誉之谣言 皆非事实 并指出去年就对涉案的杜炳成 提出妨害自由诽谤等告诉 吉利自清就派案件烧上自己 几位相关人物先和杜炳成夫妻俩 保持距离 TX 杜炳配美很常报道 新北市服商盛蛋品公司 在去年涉嫌把巴西蛋 以及台湾的鸡蛋混合之后 在改产地是台湾出货 那么现在就被认为 这涉嫌已经有不法了 获利是52万元 在最新市新北地检署 今天把负责人等三个人 依未造文书罪起诉了 这是最新的消息 好 接下来看到 是在这个苗栗 有一个知名的连锁的回转寿司店 结果就顾客看到说 这上面怎么会出现小强 吓都吓坏了 这个画面可能现在很多观众朋友 在吃饭也会觉得好惊吓 结果好死不死 这个看到的人还是苗栗县议员 他立刻就请市府单位来集查 柴刚吃完盘子上的寿司 没想到来了不速之客 一只小强直接爬进盘子里 绕来绕去享用剩下的酱油 当事人看了马上没食欲不敢再吃下去 日前苗栗新议员陈光轩到头分一家知名品牌 回转寿司店吃饭 吃到一半看见了小餐 爬到我的这个餐盘上面一直在做舔食 那我当下看到这个状况 我就食欲禁食 最近食安的问题 食安的风暴 引起很多的讨论 那我当下也马上跟苗栗县政府卫生局这边来做一个通报 议员把画面拍下来 向县府检举外也po文提醒大家要注意 不少网友也留言 之前就曾看过盘子不干净等情形 卫生局货报也到场 急查餐厅环境 就怕食安问题再次出现 卫生局表示将会针对县内百货商场里的餐厅访查 来自日本的知名连锁品牌回转寿司店 让民众吃饭欲小强 对此业者发声明致歉 强调会再加强卫生清洁 避免再出现类似情形 TVBBS新闻系国金黄国军料 范茵一苗栗采访报道 好 接下来也欢迎观众朋友来帮我们留言分享 这样的收费方式您接受吗 就是很知名的这个餐饮集团出鱼 他就最新的公告 我说欢迎你可以来刷卡定位 可是刷卡的话要多收你手续费50元 这位消费者很不满 认为说为什么把这样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来自日本福岡的春鱼 沾上蛋液面粉后 放到铁板上煎到金黄 师傅细心处理喜之刺 再简单盐烤 周氏知名菜饮集团出于旗下铁板烧 和无菜单料理品牌 在百货和街边都有店铺一共24家 过去要定位市场一味难求 现在店家推出新服务 可使用刷卡方式来定位 可是您看到了吗 公告下方竟出现一行字 写上平台资料处理费用 一人多收50以出于铁板烧来说 汇款定金是一人1800加10% 刷卡就是1800加10%后 一人再加50元 等于2030元 人数以此类推 引起民众讨论 有人认为平台处理费一人50 两人100三人150会不会反而有赚 也有人质疑是把手续费转嫁给消费者吗 对此出于回应新增刷卡收费 主要是服务外国客人 台湾民众还是可以使用汇款方式 民信规定用刷卡定位 也并非把手续费转嫁消费者 会另外开发票 要看他这个所收取的 这个费用的性质以及合理性 如果是属于单纯的刷卡的手续费 是不能够转嫁让消费者负担 消保官说明 刷卡多收的50元是否合理 要看收取的原因有无正当性 但要是把银行手续费转嫁消费者 就是违规 消费者可以要求退费 也能和消保会和金管会提出申诉 消保官说明 刷卡多收的50元是否合理 要看收取原因有无正当性 只是刷卡付款 却要多收钱 民众难免感受不好 感受不好 还有是连这个电动车的充电的 这个电呢也要被偷 因为呢有电动车的车主啊 就说他被其他人是硬拔充电枪 那他本来呢停在这个停车场 想说自己要慢慢的充电 等到隔天刚好就可以开嘛 没有想到呢 因此害他这个电也充不满 白色轿车停进车阁 男子从旁边拉来充电枪 等等线不够长 于是上车在挪离旁边更近一些 王帝上看轮胎已经压到车阁线了耶 不说还以为是充电桩设计问题 事发在台中大渡区一处免费停车场 原来男子拿的是隔壁车格的充电枪 刘先生14号晚上9点多 停车在这边充电 算好充电大约9小时 舒嬅一早要离开 怎么电力只有95% 检查哨兵模式 原来充电枪已经在凌晨3点多 就被拔走了 因为是全场免费 拔掉电枪需要重新过卡 才能重新启用 烧兵模式清楚拍到 男子硬拔刘先生的电枪之后 摔完卡快速离开 我不知道他他的想法是谁 而且重点是 他还是充两三个小时都离开 那就算就像我刚刚讲的要购卡 他是不是离开的时候不好购卡 我是不是就不会那么生气 开电车想要充电 如果你找到的是免费停车场 被拔枪影响的可能是观感问题 但如果你找到的是这种需要付费的 不只会被谴责还会触发 毕竟现在电费调涨 你充电我付钱 这样不对吧 违规行径还可能造成别车 因此受损得赔更多 硬拔他人充电枪造成这样的受损 可能构成刑法三五四条毁损罪 另外因此使该车主负担充电费用 等于是窃取该车主付费所得的电 因此可能构成刑法三二零条切到罪 弄外装置就是毁损罪 除了一万五的罚金 最高可处两年徒刑 脱拔充电枪犯切到罪 你可能会被关五年 为了探饮食方便 害得自己吃官司可救得不偿失 TV别的新闻 终于农年一台报道 已经要结婚了 就看上对方的阿姨 就不是连续剧 是真实发生 因为南部就有一名男子 他在越南去越南要娶妻 就反而看上了对方的阿姨 没有想到最后两边都没得到 可是他就反而迁怒婚姻的仲介 说他们诈欺 女方一身红色礼服 男生也西装笔挺 原本是一场喜气的跨国婚姻 但婚礼后就在办理来台手续过程 却出现变卦 让南方怒对婚众协会 提出82万的损害赔偿官司 原来到越南结婚的周姻男子 已经50几岁 他在109年 透过婚众协会媒合 到越南认识了这名 不满20岁的离姻女子 不过双方差了30几岁 加上有观念落差 就算协会好意提醒 他仍质疑要跟对方结婚 结婚的手续 那这个女生一直放鸽子 甚至这个女生撕下去 跟你男生要钱 而一封简讯 更导致这段婚姻 最后告吹 原来双方见面前 周姻男子 要传离姻女子阿姨的照片 给友人 还说想跟对方结婚 但讯息连同照片 却传到女房手中 最后两人大吵一架 更在隔年将南方封锁 才会让他气到 对婚众协会提告 出发前一天竟然传讯息 说他阿姨很棒 很漂亮 说如果他没有老公 他要这个阿姨 做孩子怎么会破脸 女孩子一定会翻脸的 这变成是我的问题 周姻男子曾提出 刑事诈欺告诉 还向移民署及国税局检举 最后更提出民事求偿 要向协会讨回 他结婚过程 付出的服务费 手续费及婚宴等帆备金额 超过82万元 不过仍然败诉 就民事案件来看的话 原告是负有举证责任的 如果周男无法就这个部分 提出举证 那最终法院当然做成 驳回原告之处的判决 虽然周姻男子仍可上诉 但协会被骚扰五年 不排除要提出诬告反事 让事件尽快画下据点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导 新北有效权入校不到一年 却因为要坏了老师的名牌 还有七八名的师生同样也被咬过 就传出说呢 他要被退养了 甚至学校还用问卷表当的方式来处理 让这个动保团体相当不满 狂吠好几声老师制止也没用 看到小临时才稳定下来 她是妮妮新北万里某学校的校选 但到校不到一年就咬过七八名师生 抱走时刻也飞天天上演 妮妮平常能让学生牵着撒娇互动 也拿过孝心拳竞赛第一名 但不止咬上学生和咬坏老师的名牌鞋 还到处变腻 现在恐怕面临被退养命运 会有那种突然冲出来去追养 我们从来没有说我们不要妮妮 妮妮12岁换算人类年龄 以及是六七十岁的高龄犬 去年八月到校第一天就咬人 年后情况更加距 不确定是否因为白内障变严重 才让妮妮情绪敏感 但真正引起真应的 还是学校这份问卷表单 直接问是否要把校犬还给流浪犬中心 更多达八成五的学生都同意 让动保团体痛批是最坏示范 她这个做法非常粗暴 第一次听到说校犬要把它 因为她的一些个性上的问题 要把它弃养 新北48校有91只校园犬猫 都某处可帮没合 像都会区就适合小型犬 还有专业人员协助防食营不良 但绝对不接受退养 明天也会派训犬员入校了解状况 受益和训犬师到学校来协助 看看因为你算是一只高龄犬姿 我们要先确认她是因为身体的因素 还是行为的问题 接下来将交游动保处协助 让妮妮尽早适应校园生活 体育新闻 恋爱家庭新北朝报导 苗栗有一名76岁的长辈 说是接到了儿子的赖 所以两度到银行汇款 但没有想到她的儿子的赖 其实是被诈骗集团冒名的 就连远景到县长要劝阻她 老汪还不相信 苗栗这名76岁男子来到银行 先汇了20万元给儿子 结果没过多久 他又回来了 又说要再汇85万元 航员一听都觉得怪怪的 赶快通知远景到厂 那么警方跟他了解之后 北北也说 他儿子因为要汇给厂商的货款 于是远景就打电话 给他所谓的儿子 而这个人跟诈骗集团不一样 他不但接起了电话 还跟警方侃侃而谈 电话那一头的男子自称 就是北北的儿子 他还跟警方有说有笑 觉得这个警方要关心诈骗 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远景转头问了一下 北北真的是你儿子的声音吗 北北也说对就是这个声音 不过警方还是请他 赶快跟其他的家人联系看看 结果一问自己的媳妇才知道 儿子根本没有要借钱 原来又是诈骗 因为是你儿子 所以我儿子跟我讲的 我当然是相信我儿子 这有时候要问清楚 如果是我遇到那么大笔钱 早上已经汇了一笔了 为什么这个电话那一头男子声音 这么像他儿子 警方推测可能是近期出现 所谓的AI变音假冒的功能 所以才会让老伯伯误以为 真的是儿子打来的 还是提醒民众接到任何的诈骗 汇款要求 都一定要小心求证 先建案赶工 难免有施工声可以体谅 但是如果一边施工 还一边开阔音放嗨歌呢 而且还是连续9个小时 让附近的住户快崩溃 边施工边放音乐 就像在开趴 3月4号下午不停放嗨歌 让住在这林口建案 工地四周的住户 忍不住录下夸张情形 女歌手标高音加上施工声 简直是双重噪音 3月25号下午继续吵不停 让四周知名不堪其扰 台语中文英文各种歌曲轮放 简直演唱会 到了4月13号下午依旧不停歇 让工地旁住户濒临崩溃 表示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 整天用扩音来放音乐 这样下去真的要看身心科 家中婴儿也无法哄睡 真想卖房子 纵使拜托议员 前去劝导都没用 越讲声音变越大声 但是这种噪音 而且还有三太子的 什么音乐都有的时候 其实是影响到大家的 一个休息的状态 负责这件案的建设公司 结稿前没有回应 而新北公务局表示 接到议员反应后 又前往柔性劝说 环保局也表示 将派员机查 如果超过噪音管制标准 最重可处18万元罚还 住户就派噪音能降低 获得精神上的平静 体育的新闻 杨庆坡刘一轩 新北参谋导 去年7月的货柜船 天使轮在高雄的外海沉船 而当时呢 这起事件也导致油污污染海洋 直说现在这个影响还是持续 因为附近的海水浴场 以及沙滩都有游客说踩到有误 高雄骑进沙滩岸边围起黄色封锁线 禁止游客下水 一拖一拖深色椭圆球体 是从海面上飘来的油泥块 游客不知情照样下水玩 甚至有好几对家长带着小孩 全身都泡在海水里 与污染源几乎零距离 上午议员在议会质询 海洋局甚至还没找出污染原因 上次的部分港湖公司有认 那这一次的部分是虽然比较少 但是还是多多少少会影响到 民众细水的部分 那当然那个是 我们这次有送高雄科技大学 去做一个化验 那初步是应该是重游的部分 去年7月帛琉及货柜船天使轮乘船 一个月迄近海水浴场就曾发生污染 游客身上沾满油污 不只脚底身上也是很难洗掉 事隔8个月 今年3月底再次发生污染事件 议员质疑是不是天使轮的油污 还没清楚干净 才会导致二次污染 海洋局获报后 出动大批清洁人员 前往摩西分海两甲沙滩 清除油泥块 我们只能说那个应该是 从骑津那边的船舶 在骑津在骑津外海的船舶 那个污染的 分部范围太广 至今沙滩上仍然有油泥块的踪击 海洋局目前还没发现 明确油污来源 派潜水人员勘查 也没发现污染源 正在持续的理清当中 TVBS新闻张丽玲高雄报道 十八国家公园 正在重建369山庄 但是就有山友发现 说这个建造的厂商 他们为了要运送建材 所以大量的砍伐树木 来当作轨道 但是国家公园也承擒 十八国家公园 要重建园区内位在海拔 3150公尺上的369山庄 不过就有民众发现 因造单位为了要运送建材 沿途式砍发大量的树木 其中包含不少珍贵的 百年台湾冷山木 遭批破坏环境生态 路线轨道经过之处 必须要移除了障碍木 我们有进行划处的申请局线刊 所划处的障碍木都没有外运 遗留在县地 来作为当地的动植物 基地使用 管理处回应 轨道路线都经过林保署 勘查后核准 一共是砍发了806棵的树木 副处长指出 当初决定重建369山庄 八包工程时 因为运材不易 让营造商却步 总共流标11次 之后决定让业者 可以采用轨道方式运材 才有厂商愿意接受 不过真的有必要 因为重建山庄 就砍伐仅千棵的树木吗 副处长则说 369山庄是山友 登上雪山的必经之地 但是原本的建筑 已经有50年的历史 房屋老族破损 为了山友的安全 重建山屋实在必行 不过为了保护山友 就砍伐山林 尽管相关单位 已经强调采用对环境 伤害最低的方案 但依旧引发环保人士不满 TVBS新闻 刘正成 现过精料反应 苗栗采访报道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